老法师曾说见到圣经 就是佛菩萨的境界 应抱有说佛来斩佛 莫来斩佛的心态 如果为了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弘扬佛法 可不可以说出圣经 这个要用智慧 可以说 应该怎么说法呢 点到为止 不要让人生气 你这个人很迷信 那你爹 要想度化你的朋友 就产生了反效果 所以他没有这个信心 最好是从理论上 从理论 比如说我们现在着重在能力 道德 谈话比较上方便 没有这个经验 最好我们 少数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